2022年9月 喬神一律Kipchoge 在柏林以2小時01分09秒 把自己的世界紀錄 推進到一個沒有人認為 短期內 或在一個世代內 能被超越的高度 喬神自霸世界頂端超過10年 誰也沒想到 不到3個月後 23歲的Kelvin Kipton 在瓦倫西亞橫空出世 後半碼60分15秒 跑出2小時01分53秒 寫下出馬世界紀錄 相隔5個月 Kipton來到2023年倫敦馬拉松 最後10K 已讓人炸舌的27分50秒 拉出史上最快的馬拉松後半 59分45秒 以2小時01分25秒 直逼喬神的世界紀錄 這些跌破眼鏡的壯舉 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當時的分析報導 本來在2023年中 一度盛船 兩人將在柏林馬拉松亡見亡 但是在賽事主辦單位和各方經紀人的角力下 喬神維持參加柏林馬拉松 Kipton則宣布參加芝加哥馬拉松 沒辦法到有補給員的最速賽到柏林沒有關係 Kipton來到芝加哥 他也再度向世人證明 他不僅有實力和喬神一較高下 更是有絕對潛力 在正式馬拉松競技場上 成為突破2小時大關新一代的馬拉松之神 2023年芝加哥馬拉松 在攝氏8度濕度70%的狀態下登場 這樣的條件堪稱絕佳 唯一小小的邊緣 是每小時15公里的風 但這在封城芝加哥已經算是很給力的微風了 起跑沒多久 Kipton就和配速員把所有的選手遠遠拋開 除了在倫敦馬當時為配速員 陪他跑了30公里的Daniel Metaco 是這次在芝加哥唯一跟上他的正式參賽選手 不過他們配的不是世界紀錄的速度 只是先保守的瞄準2小時0.45秒大會紀錄 前25K他們離世界紀錄平均配速一直有10到15秒的差距 離喬神世界紀錄的實際分段 更是一度拉大到接近1分鐘 而配速員也在25公里時攻城身退 剩下Kipton和Metaco並肩向前 正當大家對Kipton是否會破世界紀錄持保留態度時 他再度使出絕招 在30公里敲下勝槌 把配速從每公里2分53秒左右 一口氣拉到2分47秒 咬牙埋頭苦幹的 以真殺紅烈鹽的異次元速度一路開回終點 30到35公里這段他要靠出13分51秒 35到40公里這段14分01秒 速度因為風向和多處轉彎的賽道而有所變動 但這都不影響他複製倫敦馬松的劇本 30到40公里 他只用了27分51秒 跟上司只差了1秒 世界紀錄已經毫無懸念 大家腦袋中浮現的是 Kipton是否會突破2小時 不過因為前半馬還是不夠快 Kipton在過了最後的轉角 進入終點前的廣場最後衝刺 看著終點計時器1秒秒的進入2小時 最後以2小時00分35秒通過終點 以34秒的差距大幅度突破喬神的世界紀錄 這仍然是震驚全世界的恐怖成績 這次Kipton後半馬59分46秒 跟倫敦馬拉松的後半馬一樣只差了1秒 唯一不同的是前半馬快了52秒 賽後Kipton表示 前半馬的配速一直都是他琢磨的部分 10個月來3場比賽 他也很幸運能有適合的配速員 讓他能循環漸進 把前半馬的配速逐漸推進 後半馬能無後顧之憂的加壓 並在30公里敲下勝槌 這也儼然成為他的勝利方程式 他下一場如果前半馬壓到60分出頭 不就破2了 以Kipton在前30公里遊刃有餘的程度 無疑就是下一位破2的不三人選 這邊本來想說不二人選 但我們認為喬神還沒完全顯現出 他已經過了生涯拋物線的最高點 開始回不去的下墜 說不定喬神有最深層的潛力 因此被激發出來 也說不定兩人一起跑著理想的配速 後面甚至能激盪出更不可思議的記錄 畢竟到目前為止 他們兩個人跑出世界紀錄時 後半段都是賭推 也因此Kipton這次芝加哥的驚人之舉 人類在正式賽道Polar也開始進入倒數計時 明年巴黎奧運和柏林馬拉松只相差一個月 如果他們兩位都要參加奧運的話 最快挑戰正式賽道Polar的機會 將在春天的倫敦馬拉松或露特丹馬拉松 或是年底的瓦倫西亞馬拉松 而1999年出生的Kipton還很年輕 1984年出生的喬神就比較有時間的壓力 而且成為第一位正式賽道跑進兩小時的人類 絕對會在歷史上留下無可取代的地位 無論如何 讓我們來期待他們兩人激盪出了火花 大家有任何想法和分析都歡迎留言分享 我們不停腳 下次見